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将于3月份篡访台湾 届时将会见蔡英文等民进党人士 对此有台媒评论称 此行只是过气美国政客为自己进军白宫的表演 奉劝民进党当局一定要三思 报道称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3月2号至5号将篡访台湾 篡访期间将会面蔡英文以及民进党当局的官员 并参访台积电等企业 对于此次蓬佩奥要窜访台湾 有岛内网友讽刺称 恶名昭彰下台后求职不顺来台湾探路 还有人猜测他是来要钱来掏空台湾 台媒则分析称 蓬佩奥窜访台湾只是为自己进军白宫铺路 民进党当局应谨慎回应 他与现任拜登政府可能不同调的观点 尤其此行会激怒大陆 导致大陆再对民进党当局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因此民进党当局必须三思 这次蓬佩奥窜